这次iQOO NIO 5来了 iQOO NIO 5正面是一块120Hz刷新率 300Hz触控采样率的OLED制品 居中打孔 背面则是全新的iQOO下渡设计 磨砂后盖 整机重量控制得不错 196克 附带原厂膜的情况下大概198克 中央采用塑料材质大概率也可能是因为重量控制的原因 包装盒内60W充电器 数据线以及手机壳样样俱全 开箱插卡就能用的那种 iQOO NIO 5的外形设计还是正常形态的手机 但是对游戏体验做了大量的优化 核心配置上 iQOO NIO 5采用了性能示范更加稳定的修龙870 配合近6000平方毫米的石墨散热板 整机发热控制还是比较理想 另一大亮点则是独立显示芯片 有了它就可以做到游戏画面插帧 将普通帧率的游戏画面提升至90甚至120帧 目前已经支持第五人格关怀三等游戏 双声器现在马达也不能少 当然66W有线充电也是个重要亮点 只需要大概半小时即可充满 同时iQOO NIO 5也搭载了OriginOS 设计和功能性都是目前国内UI的低梯队水平 同时iQOO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配件 包括可以边充电边使用的散热背夹 调底延迟的剪挂式运动无线耳机 部分和操作的背夹式数据线以及游戏手柄 有了这些装备就可以几乎解决游戏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由于是自家出品 所以适配也是做到极致的 iQOO NIO 5虽然没有一点游戏手机的样子 但整体游戏体验可以说是丝毫不出游戏手机 价格目前还不清楚 但应该非常有竞争力 总之还是一款十分值得购买的性财笔记性 好了本期开箱上手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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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